大家好,今天我过来消灭红火椅 我今天要用一种粉剂撒到红火椅窝上面去 然后给它的脚都裹上粉 爬到那个窝里面去传染其他的红火椅 然后他们就达到死前窝这样子 来,现在这一窝就很大了 这个窝里面是有的 首先呢我要撒一点耳料 让它爬出来,然后我再撒那个粉剂 我们可以先撒上,然后再擀出来也行 只要它的脚上身上沾上这一种粉 它装进去会传染其他的 现在把它擀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粉尘撒上去之后 他们出来一击就洗一击 有出无尽,有来无回 现在全部旁边都躺了很多 全部都洗翘翘了 非常的牛 这个消灭红火椅啊,它分有几种啊 有水剂 还有这个肉耳 还有这个粉 粉尘撒上去的 这个粉尘也厉害 那个水撒上去也厉害 还有那个肉椅 那个肉椅料也厉害 分为三种消灭这种红火椅 呀,不懂为什么这 这今年哦,我们这边的那个红火椅窝 新出来的很少了 不知道为啥 要是说天天这样灭也灭不了多少啊 不懂那红火椅都跑去哪里了 不过那个旧窝有很多 那个新窝就少 估计是跟那个天气有关啊 这个天气不怎么下雨的话呢 它就没有新窝出来的啊 你看这里 哇,出来的都死掉了 估计它窝里面已经没有多少了吧 窝里面还有 出来了,它就有出无回的 出来了就别想回去了 现在呢,我们先回去 明天后天呢,我继续查看看 里面的红火椅 还有没有机调 把它们全部都撒死 啊,这样子呢 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厉害 才对它有所肯定 啊,走 大家好 今天是第二天了 昨天我们放那个粉鸡到红火椅窝 你看 它里面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周边都没有一只蚂蚁了 这红火椅 非常安静的对吧 边 还有啊 我们要把它踩出来 昨天晚上下雨了 弄的那个粉呢 沾到那个泥土上面去 估计也没有多少了 这样子 像我们灭这种红火椅啊 我们不管是用这个粉剂也好 还是那个幼儿料也好 这几种呢 都要看天气的 这个粉赞物啊 是超厉害的 这个是 蚂蚁 爬到那个窝顶 然后碰到那个粉赞物 它就会传染给其他的蚂蚁 一沾到 它们就 一杀 并且非常快 非常明显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视频啊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大家拜拜